好 大家好 我是Suzan 来自新加坡 我是来自新加坡 然后我要跟你们分享这个EasyPan 这个EasyPan真的是很好很棒 他帮了我很大很大的问题 不能我看我现在可能要做人员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七年前 我端端没有听到什么也没有当到什么 整个人就直直这样绑在地上 当时跌倒的时候我是敲到我这个光骨整个肿起来 所以我一直注意我的脸没有去注意我的脚 我回到家的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我连我的半边的身体 我跌到我的膝盖都受伤了 我都不知道 只是看到黑青的时候我没有去管他 只是一直注意那个脸 因为肿到很厉害 我怕他裂掉 所以过后掉了 没有事情了 我以为没有事情 可是七年后 七年后我就来找我问题了 为什么呢 我到最后 连坐这样坐住 我都站不起来 那这样好像老太婆这样站起来 然后我坐下去呢 也是要很辛苦地坐下去 尤其是我不能够蹲人 那时我要蹲下去 我要这样 这样压住 慢慢这样蹲下去 然后起来呢 我要这样慢慢 好像一个老人家这样慢慢爬起来 可是现在 因为这个Easy Pen 真的是很好很够力 它帮助到我血液形化 现在我可以这样 也可以这样 可以上上下下都没有问题 而且 我的肥膀 我的膝盖 已经弯了 已经弯了 所以 我的先生一直跟我讲 你的脚这样的问题 我从新加坡 看医生 终于吸引 看到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再看回来新加坡 然后不用紧 在新加坡 我给一个终于 一次七百多块 他跟我讲什么 你很可怜 拿琴来给我折磨你 我跟你讲 我听了了 那个眼泪是里面流 可是没有办法 我真的 从这边 走到楼下 现在我是在新加坡 的这个 分行这边 我走到楼下 我会很喘的 所以 尤其是 我这个情形 上厕所 我一定要找一个坐的厕所 马桶 不然 我要怎样小编呢 我要扎马 这样扎住 那小编 所以 我在想 残了 艾康帮我 帮我找回我的健康 可是 现在 我是自己跌倒这个脚 变成 我要残废了 要去做鲁鱼 我跟我的老公讲 等一讲 我不要做鲁鱼 我的人生还有很长 所以 这个EasyPen穿多久 这个EasyPen刚刚开始来的时候 我只是 一位健库客 所以我穿而已 然后 没有每天穿 因为也很清醒 所以那时 也是有帮到我 然后 我再穿了两个心情 我的这边 我跟你讲 老人家都没有我的脚这么难看 我拍我第一张照的时候 我的脚好像老人家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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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腿的肉都 腿在这边 嗯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我的照片 哇 我真的是不敢看 所以第二次 我穿了两个星期后 我的脚 那个 啊 鲁鱼啊 有改善 然后我就 要去 艾康的旅行 去那个EasyPen 在那边 我整整一个礼拜 我每天都穿 虽然 我穿了脚会痛 我也跟导游讲 我不要走了 你不要再叫我走了 可是我当时 有穿这个 啊 束褲 可是呢 我在跟Lanny想 我回去啊 慘了 我要去 又要去 推我的腰骨 可是哦 真的嘞 我回到新加坡 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去推 我的脚 完全没有这个 问题了 所以我现在又可以 跑又可以冲流的 OK